大家好,我是姐夫 欢迎来到姐夫的食堂 姐夫今天要分享一道 用牛澳梁香腊粉调味的鲁鱼排 牛澳梁香腊粉Cajun Spicy 是一种美式香料 适合搭配各种肉类、海鲜 大家可以在美式大卖场或网络上找到 姐夫建议大家可以买来试试看 相信会为大家带来不一样的风味体验哦 今天的影片我们还复习了 片鲁鱼费力的过程哦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我们要准备的材料有 鲁鱼、牛澳梁香腊粉、红葱头切碎 蒜头切碎、罗勒或九层塔切丝 小番茄去籽、白葡萄酒、黄油 首先我们先把罗勒切成丝 把叶子叠在一起会比较好切 也比较好看哦 刺耳子叠得两个相产 细人发酱 鲁红葱切碎 然后拿我们先把它切碎 并非Todd 鲁的你也要先切碎 beer 白饭 米饭 葱 蒸 小番茄开饰 去纸 装起来备用 现在复习片如意非力咯 简夫建议下面铺一张厨房纸巾把水分吸干 尽量吸干一点 最主要的目的是指滑也比较卫生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咯 首先鱼鳍这里先画开一刀 尾鳍这里也画一刀 鱼尾这个地方画一刀 只要把鱼皮割破就好咯 接下来鱼背部的地方也画一刀 一样把鱼皮划破就好 不用切得太深 先从这边开始 用手掌轻轻按压鱼肚的位置 鱼背上的肉就会露出来 刀子从这边进去 顺着鱼骨画下去 到底用拇指轻轻扶着 刀子再继续画 一直到中骨 也就是脊椎骨的位置 刀子开始往下走 从这里穿过去前段 剪腹先做到这里 接下来翻面 剪腹是利用下面的鱼片作为支撑 这片鱼肉就会比较容易偏下来 鱼鳍提着 这边切开 接下来跟之前一样 尾鳍的地方切开 尾部这个位置 从鱼皮画开 翻过来 从鱼尾的部分开始 画开鱼皮 这边就要从尾巴开始 把鱼肉片下来 刀子往鱼头的方向 轻轻画几刀 拇指往上提 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超过鱼骨之后 刀子就要往下走咯 刀子从鱼肚这边穿过去 鱼肉要取下来咯 抬头 鱼肉往上提 从这边顺着肋骨 刀子用推的 鱼肉也要配合 往上提 这样就轻易的取下完整的鱼肉咯 接下来放过来取另外一片 这纸就不用了 因为也不会滑了 来刀子顺着肋骨往下滑 记着鱼肉要往上提 这样就可以紧靠着肋骨 把鱼肉片下来 另外一片就取下来咯 来来来看一下 姐夫的鱼片子很漂亮哦 鱼骨几乎可以透光 这样表示姐夫没有留下很多的鱼肉 在鱼骨上 这个鱼骨可以留下来熬鱼汤 所以这边切开的原因是因为 待会煎的时候比较好煎 这个问题很好 现在切与不切 跟待会摆拍的时候 会有很大的关系 鸡 猪 牛 羊 都可以烹调之后再切 然后摆盘 因为肉质的关系 切个面不会影响形状 甚至会有不一样的视觉效果 但是鱼肉和其他的肉列不一样 鱼肉在煮熟之后切个面不好看 甚至会裂开 碎碎的 所以 在烹调鱼肉之前 就要先考虑摆盘的方式 先修改成适当的大小 然后再烹调 这样解释明白了吗 平均撒上牛奥良香辣粉 两边都要哦 拍一拍 两奥良香辣粉 本身就有咸味 要注意分量哦 越来平底锅 加一点点烹调用油 鱼片 下去煎 稍微动一下锅子 大概煎一分钟到一分半钟 外面再煎 也是大概煎一分钟到两分钟 鱼片不是很厚 又没有骨头 所以不用煎太久 再动一下锅子 鱼片 拿出来 静置一下 用原来的锅子 不用再加油 炒香红葱头 炒香蒜头水 加一点点 牛奥良香辣粉 炒一下 放番茄 放番茄 再炒一下 加一点葡萄酒 大概煮个一分钟 加入黄油 黄油 加入后要一直搅拌哦 要一直搅到黄油融化 在西餐的技法里 黄油有让酱汁蒸愁的功能 当然也会添加风味 熄火 放螺热 然后拌一下 摆盘哦 番茄铺底 乳鱼两块 放上去 一点点酱汁 点缀一下 一点绿色蔬菜 一点黄色 再来一点绿色 再来一点红色 再来一点红色 怎样 还不赖吧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哦 如果有任何问题 请留言给姐夫 喜欢姐夫的影片 更别忘记给姐夫按个赞哦 还有订阅和分享姐夫的频道哦 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